经过鉴定 孩子的DNA跟你的匹配度 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也就是说 这孩子是你的 你真的是我的孩子 慧琴 我真想撞死你 让你从这世界上消失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想撞死我 来呀 你撞了 你以为你撞完我 你有什么好下场吗 我是有病 这倒是被你给逼的 你害了我哥坐牢 现在又想来毁我了 是不是 你为什么要在向我面前 多嘴说孩子不是流火的 为什么 你到底想干什么 听你这意思 你早就知道 这孩子是向辉的了 对了 你是毛泱泱的闺蜜 你抢了闺蜜男朋友 要说无耻 还真没有人能跟你比 人前人后两张皮 就你做的这些缺德的事 你怎么好意思 去说别人呢 你 犯任务事之前 你先动动脑子吧 就你这点情商智商 算了吧 雨淇 我早也能杀了你 雨淇姐 雨淇姐 小青 你来了 你记得你上次不是跟我说 你怀疑那个孩子不是流火的吗 对啊 我现在确定地告诉你 那个孩子确实不是他的 是毛泱泱和他之前的男朋友向辉所生的 不会吧 雨淇姐 现在薛姨可疼那个孩子了 你要是让薛姨知道 那刘家不得闹翻天了 所以这件事情才非同小可呢 你想啊 你薛姨那么疼这个孩子 如果他知道这个孩子不是流火的 他会怎么样 他一定不会让刘火和毛安娅在一起 对吧 对啊 这不也就是你想要的吗 是 可是 我应该做下什么呀 哎呦 傻孩子 哪有你做呀 你想 你们想去留那么多的人 那么多人可以替你传话 重要的是 你还不能让人家知道 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 一旦知道了 即便是这个事情成功了 他们以后也不会给你好脸色看 知道吗 行 我知道怎么做了 好 那你先回去吧 不一会儿他们找你了 行 我走了啊 好 走了啊 是呀 这个我早就听过了 这个毛鸭呀真是不简单 一块肩膜都被他用绝了 可不是吗 听说薛姨一家人还被蒙在鼓里呢 真的 真的假的这事 真想不到毛鸭是这个 那种人 哪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他不得被扫地出门 肯定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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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半天找不着人 你在这儿跟他们聊什么呢 啊 我一人忙着让我朝天呢 李主任 别怪我没提醒你 现在大家可都在说 毛鸭那个孩子不是流火的 你再变坏我 说我这坏话 你嚼舌的根子 有你这样的吗你 你对性毛鸭鸭的吗 你对性我吗你 你对性 你对性吗 你中我嚷嚷什么呀你 这话又不是从我这儿传出来的 再说了 那毛鸭敢干我凭什么不能说 德性 我这抱脾气 行不行了 咱们大家还是散着的 散着的 各位 咱们还是散着的 散着 你们听说了吗 就那刘家的事 听说了 你说世上还有这种男人了 他们都说 这男的到现在还不知道呢 不会吧 是不是自己都自己不知道 说的就是 他们都说 这个叫刘伙的 还是个大老板呢 那女的叫毛鸭鸭 哎 就咱小区物业办的 是啊 你说这事啊 一个大老板 娶了个普通的物业女工 这事本身就够奇葩了 黑人儿了 你们这几个长舌妇说什么了 你谁呀 谁长舌妇呀 神经病呀你 我谁呀 我告诉你我谁 我就是你们嘴里的刘伙他妈 说呀 说不清楚我抽你了 我们也没说什么 我告诉你 你们再敢再乱说话 你看我怎么揍你了 我跟你讲 混蛋 干嘛骂人呀 我骂人我骂你 我还骂人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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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得正好 这几个臭三八 一大早就在这散播谣言 你说气不气人 刚好你来替我作证 听听人家怎么说 有病吗 不是 你咋不说话呢 阿姨 这也不能怪他们呀 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大家 大家 大家是谁呀 谁是大家呀 都怎么说了 笑什么笑 去 好 去找毛衙去 好 好 好 宇宙姐 薛姨已经知道了啊 那么冷的天 你抱孩子去哪儿 给你 好 你不要就不要 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呢 我不想干什么呀 我现在就只想回家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想找个地方待一会儿 行吗 你不是说了吗 你想离婚啊 好 你回家 回家就回家 你回家好好待会儿 你 库哥 牙 牙 又抱着孩子回娘家了 她怎么这样啊 这女人呀不能丑 会怪坏的 干你什么事啊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要你多什么罪 我不是担心你吗 再说了 薛义要是知道压压姐 抱着孩子又回娘家 她肯定会着急的 去那我车钥匙来 车钥匙 我不知道在哪儿啊 故意的把你 我 我没有 太不公平了 我怎么就没有 毛鸭鸭这个福气啊 好让我的男神 也可以宠着我 毛鸭鸭 梦不愿意 孤单是我的地人 都会去不去 都会去不去 扶眼随心 你眼睛 像天影 若离开 低格的温柔 我就无法呼吸 还不着你 太美丽 太清晰 等记忆 让我 都 不能自己 你 为什么 你 听不清 我 爱 你的 天 听不清 向总 这儿为什么要贴上指挥部 三个字啊 因为这里 会即将成为一个战场 战场 什么战场啊 反正跟你说了 你也不会动 你记得 让这里每一个人呢 都要打起精神来 因为我们即将面对的 也不是一个项目 而是一场战争 不过向总 您说话太深奥了 战争 我们是要打谁呢 没有谁 你让他们再回去吧 你记得啊 让他们看一下 我给他们发的资料 好的 我和向会有没有联系 关你什么事儿 我说你这人还真有意思啊 你要是那么想知道 你干嘛不去问刘伟啊 你来找我干嘛呀 喂 喂 向总 我是何雨琪 您今天晚上有时间吗 我想跟您见个面 见面 喂 我有一件事情想跟您聊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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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事 不是每一个人 抱着孩子才接着我 你是不是跟刘伯吵架了 你过得好不好 我过得特别好 我有一个爱我的老公 我有一个疼我的婆婆 我是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女人 我这么说 你是不是心安理得一点 我是这个样子的 芽芽 我没有一天不再想你 不再牵挂你 我希望你过得好 你希望我过得好 一年呀 整整一年呀 你一个字 一句话 一条短信都没有过来好 你希望我过得很好 一条短信 你听我解释行不行 解释 小辉 童妮 你有无数次解释的机会 可是你都选择了放弃 你躲着我 你在我最痛苦的时候 在我最无中的时候 你都躲着我 我到底做了什么 让你这么怕我呀 你又做了什么 不敢欠我呀 你成了人家地方一年呀 你怎么解释啊 对不起 芽芽 对不起 你能不能冷静这边 我怎么冷静 六年 六年呀 江辉 我们在一起六年 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美好的时光 你说不要跟我结婚 永远的感情 你说不要就不要了 你让我怎么冷静啊 你知道 你知道我知道 时间是怎么过来的吗 你知道我是怎么跟着我的家人的吗 你不知道 我会在哪儿 我会永远陪伴 不过 不过这些都与你无关了 我现在过得特别地好 我现在 是别人的妻子了 我嫁人了 我现在所有的一切 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以后请叫我刘太太